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7月25日,这是第三场中号点评节目 为什么突然间光线不好呢,是因为外面下雨了,非常对不起啊,并不是什么灯光的问题啊 我们来看看其他细节不重要,关键你讲的内容是不是真实,准不准确,准确有人听啊 言归正算啊,刚刚看到的新消息,一个是蔡英文感染了新冠,取消了行程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消息啊,因为大家都非常关心台湾的局势啊 突发,台湾总统蔡英文感染了新冠,周二下午,行程取消了 给大家看看,蔡英文的这个形象,这有一张照片啊,否则你们光听我讲,可能就不那么感兴趣啊 现在有点淡调,台湾的总统府星期二,7月25号,表示,蔡英文总统当天呢,确诊新冠了 所幸症状轻微,不过呢,蔡英文冷然遵循医疗团队的建议呢,紧急取消了当天下午的公开行程 只要是怕感染给别人啊,那总统府发言人,周二下午宣布的,蔡英文当天在结束上午行程以后 午间略感身体不适啊,她一贯是这么讲,给我感觉这个小女子身体超好啊,特别的抗折腾,每天的日升很多啊 人才才真正是这个全方位外交,对不对,习近平的是大忽悠 蔡英文上来上任以来,在台湾岛内大家都看到了吧,每天都很忙啊 那么,这个消息公布了以后,说是,检测完了呈阳性 说总统目前症状轻微,有医疗团队妥善照顾 呃,邻静,叫邻静医疗团队建议,总统取消下午的公开行程,少时休息 呃,这个新冠有的是有后遗症,啊,要引起警惕 总统感谢大家的关系,并认为呢,台湾疫情相对稳定了,防疫指引又专业的困话,确实 这一次这个台湾的防疫是全世界是凌军 你想,他和中国大陆关系是最密切的,是吧,他采取的措施是最好的 而且自己还搞了疫苗,啊,在这方面是,大家都是统一认识到 这个,一个是他本身这个民主政治,啊,又台积电,他能把疫情治理这么好 确实是了不起,他就表示要感谢大家的关系,说单相关国政委公务活动,透过执政团队来掌握 因为下面都有具体办事的人,啊,这篇文章讲,新冠爆发初期啊,台湾各方各项措施相对好 并曾向世界多个国家提供口罩,防护服的,甚至被世界防疫工作的定位模范省 不过后来呢,疫情泛滥以后,由于疫苗紧缺,人口疫苗接种率偏低 所以蔡英文政府呢,一度遭到了反对党的批评和质疑 他说,当台湾呢,急需疫苗的紧急时刻,美国和日本帮忙了,啊,向台湾提供了紧急疫苗元素 蔡英文确诊以后,台湾正面临的可能是近年来猛烈的台风的威胁 你看,现在这个天灾人祸频繁,啊,预示着一个大变局的时代即将来临啊 那么这个新闻发言人也讲了啊,说蔡英文已经指示行政院长陈建仁和行政团队和政府合作 有效落实防护措施,确保民众平安,以及呢,设施呢,顺畅的运作 因为它是一个民主选举政权,官员都要自决去为老百姓做事 你不做事,下次就不选你,就这么简单,是吧 说蔡英文感染之后呢,台湾各大政党为明年一月举办的总统大学做准备 昨天讲到了哈,这个侯友宜已经被定位国民党的参选人了 他拿出一个口号,咕咕咕,很这个蛊惑人心,就是什么,让台湾远离战争 好像你选他就没有战争了,这招多少能起的作用 这篇文章讲,他说是台湾目前三大政党在争夺大选的战争当中是三足鼎立 也有三个人,还有柯文哲和赖清德,也就是三个人吧 执政的民进党目前大幅领先于目前处于第二位的民众党和第三位的国民党 国民党拍老小,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显示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赖清德,支持率是36.4% 而民众党的柯文哲是27.8%,赖清德是20.3% 而第一和第二,赖清德和柯文哲都是医生出身 这很有意思,台湾媒体引述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的话讲 上个月民调显示,三位主要政党的总统员的竞争 拍势没有太大的变化,其中赖清德的支持率略低了0.1% 侯友宜下降了0.2% 你看,忽友挖柳反而下降了,柯文哲支持度下幅最大 不过是1.3%等等等等,如果与国民党获得大胜的22年台湾地方选举刚结束时 做的民调结果比对,侯友宜的民意支持度下滑了18.5% 等于腰斩,因为台湾的2300老百姓已经看得非常清水 随胜任领导台湾,对不对 台湾蔡英文团队已经连任了一次,因此无缘代表民进党参加民党总统大权 在台湾没有什么纵深知,这很好,你干的好,干的好就下滩 下滩以后蔡英文什么也不是了,就是普通的老百姓 搞不好可能找对象结婚了,对一个女人来讲,爱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来看看另一篇文章,也就是关于海军基地 中国我现在和美国正老大呀,在柬埔寨建的海军基地 这个事引起美国的恐慌了,海军基地数据,数据据信 中国在柬埔寨的海军基地据信即将军工了,马上要建成了 美国担忧,给大家看看网上截图,这海军基地的图 让美国的卫星,间谍卫星,你看,已经拍摄下来了,这是在柬埔寨 中国要到老大嘛,老大也有军事设施,存航母的地方 你和美国拼,你光有瞎饺子就像军舰没有用,有个家,对不对 他开始搞了,据英国金融失败报道,7月26号 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柬埔寨的海军基地取得了重大进展 你看中国老百姓,这个目前,这个两极风化很烈,有一部分人富起来了 但有一部分人很穷啊,在这个情况下,他把明指明告全倾斜到海军建设了 即将建成停泊横空母舰的码头在柬埔寨啊,他说一直在监测云朗海军基地 施工情况的美国商业图像公司,拍摄了图像显示,一个几库顽固的码头 在尺寸设计上,和中国军方唯一的海外基地还有个基布提,一模一样 这是个吓了个掌,惊人的相似啊,美国睁大了眼睛,我的天啊 看来这个习近平这样当老大,要给全世界置疑方向了啊 美国五角大楼认为,中国正在柬埔寨建造设施,提高起海军的投射能力 这证明要准备和美国打一仗啊,中国和柬埔寨否认解放军进入了基地了 中国拥有比美国规模更大的海军,现在他的军舰300多啊,升过美国了啊 但作为一支能够在世界各地航行的蓝色水军海军 他需要广泛的国际基地网络可后勤设施 在泰国湾拥有一个基地将成为中国提供战略上的勇士 就他准备在这搞个不急的啊,基地 一位前美国陆军,美国情报官表示 美国政府内部一直存在着争论,中国到底会用这个基地干嘛 以及为什么会在比南中国海或海南岛的基地建的更好 过去十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上建了许多军事基地,并天海造地 但如果发生冲突情况下,中国在其他国家拥有一个基地 可能会使美国的军事应对起来更大难,困难 你看,他在南海已经搞了好多了,还觉得少 他早就做好不足了,开始跟美国争老大 这位前官员讲,如果美国和中国开战,美国可以轰炸他在南中国海的基地 但就这个云朗而言,他们我们轰炸的是柬埔寨的领土 看见面啊,他有招,他在柬埔寨高军事基地 对外讲,柬埔寨我用于和平,你想来炸不好炸,你炸柬埔寨吗 所以这场战争搞不好是世界大战啊 说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军事问题专家叫维德宁认为 云朗基地最大的战略价值,体现在南中国海紧张局势,升级为军事对抗之时 就如果真打起来的话,就有起作用了 韦德宁补充讲,他将扩大和增强中国针对马六甲海峡战略航道的海军作战能力 在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冲突当中,马六甲海峡是至关重要的阴侯点 就像一个人喉鲁一样,他说呢,美国政府官员警告 前不再如果让中国设立军事基地将带来自己带来不良的后果 但是不要忘了,红尘已经被中共控制了 中共是铁哥们 近期压倒性优势率领执政党赢得大选的柬埔寨首任洪森 三月中旬曾经讲,他说中国的军队和其他国家的军队 只会是云朗海军基地的访客 你看,他这样讲,我估计是撒谎 他反驳任何外国将驻扎云朗基地的讲法 他说这不是他,不是中国的,是我们自己的 说称该基地是柬埔寨保卫其领土权力的部分 因为他两个关系非常好啊 所以你说是他的也行,他自己的也行 一位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发言人讲 柬埔寨已经声明其宪法,禁止在其领土上设立外国军事基地 而这个基地的建设呢,目的在增强柬埔寨的能力 近年三月,中国和柬埔寨在柬埔寨领海内举行了首次海军演习 由柬埔寨现在没有表面看,还和美国没有彻底办理 等到战时就不一定了,我讲不好 正面文章讲,中国在胡义英对其建立海军基地的批评是经常讲 美军在世界各地拥有数百个军事机 美国军机上百个,你在这这么崩溪这么两个,鸡不提一个 就在这有,马上军倒还没有 你就有了能打败美国吗,整天瞎吹什么,是不是啊 习近平这个人就是这样,不自量力,他心里都没有数 他说美国是在各地的军事基地呢,数百个,包括亚洲人 所以真正要打仗,你打不过美国,本人认为 但是呢,这个是不影响习近平,因为习近平把这个事忽悟大一点 把国内的矛盾转向海外 因为国内现在的矛盾太深了,大家都知道 秦刚还没处理的,只是免职的 免职的也不一定,你就能活着在见人,对不对啊 免职有可能有病了,得了癌症了 现在不是海外有的媒体已经释放放风了吗 干帅姐,干帅姐肯定死了,对不对啊 你看都铺垫好了 所以我觉得秦刚这事,等会再讲啊 所以都连在一起,习近平想把这个海外的战争 这个氛围,搞不好,农烈,但是又不被挨打 他就赢了,他就可以拉长冷战嘛 因为他知道美国有内部有语言 想搞冷战,不敢打仗,不想打仗 他想拉长这世界,一百年 我死了,我儿子上来了 我儿子又一百年,我儿子就属于金正恩了 对不对,我儿子死了就金三胖了 早了,金正恩了 那不,我家人不就永远是世世代代西施大帝国 他打着算盘啊,这算盘打错了,我跟你讲吧 美国这是动政策的了啊 那么这篇文章看出青刚的这个,今天看到了啊 关于青刚的这个事情的结局,现在还没出来啊 但是一个英年知道,那证明走不回去了啊 说是再回到外交部啊,不可能的 你看,我说的对吧,我在新闻中书当中讲了吧 就是王军涛讲那个,他回外交部工作这个 八成是故意就是一些人给他喂的假料啊 就叫做这个跟头,因为他在海外有影响力啊 你既然有影响力,就可能给你个假料 就让你出丑,是不是啊 这个,这证明什么,有些消息啊,你不能轻易相信 你别看你有个平台,有个平台找你人有着事 请你吃个饭 海过天空假,故意给你扔个,这个不留意些给你弄个假料 就让你,哎,走,讲错,一讲错,他在国内讲 怎么样,他这个完全造谣,你看他哪会外交部了 是不是啊,就完全可能啊,就玩这套东西 我们来看看另一条消息 也就现在这个,习近平已经实行军管了,大家都知道 是吧,这个,在香港啊,也要搞这套,一套明堂 就这样,然后老百姓生活在恐惧当中 他怕香港老百姓反水一样 因为你想,战争如果开始的话 香港是不稳定当中的,最最不稳定的地方 可以这样讲吧,10个香港人,9个人恨共产党 那个人是恨得咬牙切齿,对不对 在这个情况下,他开始香港,香港现在就开始震慑了 你看,通缉者,七七十三位,家属被警方查问 为建制派的议员,兼呢,哥媳,媳妇公开内容 我们来看怎么回事,这发光电文,有的是不要提讲的孤立武器的,当然不通俗 在英美批评香港警方带走8名港区国安法通缉的海外港人的家属协助调查以后 就是现在不通缉8个吗,员工一等8个,一个人100万悬赏,脑袋100万 还不完事,开始对他们家人进行恐吓威胁,警方国安处人员相继行动 最新被带走的是香港议会发起人自己,员工仪的两名在香港的子女和媳妇 叫荣海恩,你看,对着儿子儿媳妇都开始了,震慑 网民对有宗旨家族背景的建制派立法会议员,荣海恩 也被带走反应各异,甚至有人指的是作戏,以允许警方意思同仁的口碑 但评论员吴志森认为,事件不值得高兴,因为这确定警方会骚扰 被通缉者驾人,余下通缉者在港的驾人也难以信念 也就像一场文化大革命来临了,一定会对香港老百姓,对他内地一样,开干了 你只要回到了共产党的魔爽,习近平就要仿照文化大革命 康生,毛泽东整他爹的办法,整这些对立派了,习近平就这么个人 习近平整的时候心想,这书府终于为我爸报仇了 其实他应该倒过来学习蒋经国,他爸爸遭受这苦难是什么 是政治制度造成的,不是哪一个人问题,这种制度肯定产生毛泽东这种人 你不信看吧,如果习近平倒了,共产党还不倒,还会出现一个新的习近平 所以这是政治制度的问题,因为这个制度就是把权力寄送到一个人身上 这个人可能相对好一点,刚上来也可以,你看刚上习近平也不是走改革开放之路到深圳 给邓小平献花来,又是什么清澈简从,是吧,不封路 你看现在,不但封路,马桶盖都找人给他踩着 这个制度一定导致独裁者,一定会有这一天都是一样的 所以只要把这个制度灭了,才能自身腐败土壤和独裁者的土壤 寻思忘法寻常啊,行刺是未妥的 你才能彻底的day OHₐ 这篇文章讲说,撕迹,呃,算这个呃,呃 WEすня 3名家人在内,警方共带走了4名 悬红通通缉者的13名 在香港的家人协助调查 什么协助?就吓唬他们 当中只有荣海恩公开披露被查情况的内容 其他人均此字不提 连有否被带走调查都不会承认 包括荣的丈夫阮弥昌 他离开警署的时候拒绝接受访问 因为根据国安法63条 配合办案的任何人和组织 均需对案件有关内容保密 你像我被抓了 我弟弟都不敢讲了 为什么? 公安告诉他了,讲着就是国家机密 你告诉别人他被抓了 这个就是国家机密,你谁敢讲啊 草民都是这样吗?对不对? 大部分人不都是草民吗? 他就讲到香港现在也开始这样了 荣海恩则不单表明支持警方执法 还称赞警方执法公正 这套儿媳妇竟然大一面亲了 六亲不认了 这都是表演 和文化大革命一样 文化大革命不都是吗? 你有一个人在墙上写毛绿几万岁 有一字写的不好 写写颠倒了 老婆举报 孩子举报 完了枪毙了 都有 你看有很多故事 这就是什么人类人性的流血 人呢 被中共极权统治 这种一党执政 搞到之后都傻了 超傻 习近平不是从梁建和第一次下乡 跑回来了吗? 他妈给你送到看守所去 收容所去 这几天的事又忘了 人最可悲的是不长记性 就是你自己在这个灾难的时候 你应该上来有这个权 应该是进政治体制改革 我爸爸受到迫害 搞了文治愈这个事 是政治的角色 应该是开放党禁报警 但他这样一想 我要开放了我咋办? 我好不用爬上来 我不完了吗? 自私倒在今天 这是最可悲的 所以把中国搞成这个样子了 那么袁公仪这个事也是一样 他儿媳妇现在站出来 就是为警方讲话 这很有意思 他说警方公正制法 这叫公正制法吗? 我认为袁公仪讲的没有错 他说如果袁公仪有行动 定会举报寄公民之责 如果你回去 他就和他妈当年给他扭送到开车座一样 把他扭送到排车所 现在香港不叫排车所 警察署都一样 说除家人之外 警方被带走通缉者的 关联人士协助调查 例如罗冠宗任创会主席 现已解散的香港众志的成员 以及营运的网上平台部分人员 计算所有人在内 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 21个人与通缉8人相关在港人士 都被带走调查 讲到这个事儿 都被带走协助调查或被捕 他这个就是吓唬他们的家属 不要给他们支持 包括金钱上的支持 不要打电话给他们出点子 等等 这就和文化大革命一样 文化大革命一抓了以后 到你家来了 你家老公是反革命 历史反革命 过去是维稳鼎 满洲国的警察 现在派行了 要划进界限 家里人立刻宣布痛苦流涕 谁不理的 你说我都看到好多 你看那个历史反革命在家门口 那个天上扫大街 每天三点钟 第一个生意之 哗啦哗 大少数 因为我家住二楼啊 有一街一号 是我们家 到今天那个房还没拔啊 就那个转盘 房的二楼是我家呀 你就听一楼 历史反革命出来了 哗啦哗 少啊 再改造啊 他关到监狱以后放了 放了以后再改造 就开始扫 我那是十岁呀 我们家是红家庭啊 对不对 虽然穷 但是我们是 绝对是干干净净的 我爸是你想 那时候天家庭成分 我是隔干 革命干部 因为我爸抗美援朝的 呃 战士是小班长 是吧 那当然是隔干了 我牛啊 我看干嘛 我妈说不要理他 反革命 这是历史反革命 再不知道他干嘛 他从来没抬头看过我 只有后来 呃 呃 摘帽了 七十年代的时候啊 宁家庭那时候都是 呃 稍微好一点了 摘帽了 有一天才抬头看 我一看 哎呦 长体潮洒 一个男的啊 四十岁 我先送一命 反革命 那个年代很可怕呀 说是纪罗贯聪孟赵达 郭荣坑 之后 啊 呃 在海外 筹组香港议会 里面通缉的 袁公仪 七种家人 昨天被警方带走调查 据不同媒体报道 他们分别是 袁的长女 袁密 和儿子 袁密昌 以及他们是 是否能与 员工仪有任何形式的联络和金钱往来 就你是不是给你爸爸转钱 因为他家有钱嘛 是吧 他要是穷光蛋 可能也没有什么联系了 说他白子没钱 怎么支持他 可能插这个金钱往来 比如说你在那里有些账号转走了 或者在这边有什么事完了 怎么办 身份怎么办 我太清楚啊 反正中共就找整个办法下过他 侄子 侄子 儿媳妇 叫 致于儿媳妇 荣海恩 则在当天下午到立法会主动披露自己的丈夫 是受害者 三人军委被捕 就是共产党要树立一个光辉的典型 只要你坚定站在党队一边 党对你还是鼓励的 说叫什么立足党和政府对你立足以挽救 那审讯我那动不动 哎呀老江 党和政府还对你立足以挽救 判刑也是一种挽救 因为没给你杀了吗 说判五年龄判六年叫什么杀了六年就要挽救 秦刚也是赵贤明死立足以挽救啊 刚才也讲了周江勇 周江勇立足以挽救啊 说你看周江勇在庭上怎么讲的 认罪复法结束改造 不上书 为什么 周江勇心里明明白白 咱大哥毕竟是咱大哥 是做个样子给别人看判的很重 但等到判完以后就好来了 江勇啊没办法 外界议论纷纷 都说咱们这习近平酷犊子 是吧 别人都判那么重 老刀一胡顺华的人江泽民的人 这个江派的胡派那有一件呢 习近平也不容易啊 放心吧 好好待着 是不是啊 不定哪天保外就医 减刑假释明堂多着呢 甚至白天睡觉晚上拉出去玩都有 你看那个 这不是可能习近平这个时代不太敢了 你想那个大连监狱 大连远两个监狱啊 大连监狱叫辉绿园监狱 另一个叫南冠岭监狱生产水泥的 是吧 为什么大连监狱撤销了 因为出了丑闻了 就是出现一个杀人犯 就是虎豹 黑社会老大虎豹 真名 真名 他有真的名啊 他的外号叫虎豹 这大连提醒名是不知道的 周显 周显为 我讲的话称赞全部责任的 我要造严敢造严吗 周显为这个判刑以后 薄熙来保护的 他是薄熙来小兄弟 薄熙来不荆州来的 荆州县委书记 当时金县县委书记 周显为是当地的黑社会 西云薄熙来保护他 西云平的师傅薄熙来保护他 所以他杀了人到里面 减刑变成死缓 死缓这个期间 在大连监狱服刑的时候 他能把预证出一个处长的老婆勾引到手 那个处长的老婆是 当时是科长 因为大连监狱没合并的时候是科技 他那个科长的老婆卖饭票 就在那个犯人食堂里卖饭票 都能和这个犯人勾度到一起 你就想这个监狱是啥监狱 周显为自己住个小房 当然也是解忆房 在这个大个房 里面有冰箱彩电什么都有 过得可好还可以拿手机 里面开会的时候 他不坐在犯人那个席上 他坐在警察席上 你知道吗 只是没穿警服 就是周显微 因为什么 他能给这个监狱懒活干 赚钱 贿赂很多这个警察 警察后来都判刑 戏洪峻不是那个大连监狱院长 医院监狱长判刑 这些人在里面就拿着车拉着他 白天让他睡觉 白天睡觉 看书 他看了很多书 可有学问了 满夫精准 你叫他讲吧 讲见那个什么 这个基督山伯爵 什么之类的书 倒背入流 他在这干嘛 吃饱了睡 睡完了看呗 就这么个人 晚上 谢洪峻弄车拉着他到 到外边去吃喝嫖毒 饿不做 以至最后这个期间 还在大连开发去晚上玩的时候 在这个一个不夜城门前 又杀死一个人 这才抓紧 没办法 薄熙来保护他 后来薄熙来保护不了他了 你看审判的那天把他脸都蒙上 戴上头照 怕他认出来当年他给随行会了 还开这个动员大会 就是严打的大会 开了大会的时候 刘长德主持 刘长德本人就收了他钱 刘长德现在是大连是副司长 现在退了 薄熙来的司导 这个开会的时候给他戴上头套 怕他认出底下这个人 因为他折磨到一定程度 这个人有点 临到最后有点傻了 有些记忆想不起来 谁给谁送钱了 怕这个他监紧揭法 给头照戴上去 为什么我知道呢 他的同案呢 二高三高四高都和我一个房间 我在开发局看的时候 天呐和我们在一块 他的助手告诉我 我大哥冤啊 我大哥这好啊 他讲义气的人啊 就周贤卫 你就想这啥监狱这是 所以说周江勇进去 你不要以什么成案落定 开司法完了 你不懂中国的司法 就是主管司法领导人一句话 什么叫党管司法 党的领导干部管司法 当然了 如果习近平下台了 他就完了 只要习近平在位 既然是习近平的小兄弟 呃呃呃呆呆 呃呆呆几年是吧 等到舆论平息 没有人关注了 哎 生病了 保外就医又回杭州了 是吧 找个小独肉一躺 是不是啊 一样是 一样天年啊 陈良宇不现在就过得很好吗 据说薄熙来过也挺好的 我听了挺生气的 说他还在傍随岛 谁知道呢 咱也不知道 共产党这个司法是什么 只有党管 只有司法官党才能好 党管司法就是什么 党领导管管 干部管司法 虽管大说 虽说了算 你看现在这个公监法司 形成什么 万法罪属一条龙了 是吧 都是因习家军 苏华是王小红 再不就是中纪委的李西 是吧 批谱是英勇 对不对 判刑是一审 二审是张军 到最后是 当然要是秦城监狱不归 所以司法不管 是独立的 你到了司法这口 自己说 赫荣 更是习近平的小子门 是吧 所以完蛋了 回到这问题 香港现在就和大陆一样了 这篇文章讲呢 说去年夏天已经登报 和员工已断绝了温习关系的荣海恩评论 他都断绝关系了 说十多名警员带着手令到他御所搜查 包括御所内的文件 他之后被带到警署协助追查三小时 七届警方主要查问 他和员工已所涉及罪行的相关内容详情 也询问他一些内情 以及员工已的地址电话等等 他尽量解答 回答啊 不知道 不知道的也说不知 相信自己是清白的 因为他这篇文章是根据香港报纸写的 文本文言不言的 在建议部通顺 说他希望警方尽快接纳该罢人声言 如果知道员工已的行动 必定向警方举报 如果知道员工已藏到哪里去举报 你不用查 我告诉你就在美国啊 美国 你敢动吗 有啥用 吓唬人家 至于为什么 为何以和原 这个脱离关系 冷需要协查 他表示相信警方有考虑 例如玉印 袁尼昌 同住等原因 和老公住一起 他能不和老公住一起吗 他又说呢 事件暂时会影响他和他的关系 肯定会影响关系 是吧 这就看他感情咋样 有的人感情不铁就离了 就离婚了吧 是吧 你看文化大革命 很多人都离婚了 你看丈夫判刑了 你看胎人离婚了 这个判刑了 或者出事了 划清界限 从此六亲不认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共产党搞了挑起的家庭内斗 这是一场悲剧 文化大革命来了 军管也来了 是啊 所以今天不是军事管制已经宣布了吗 是吧 以后你看吧 就这个局势 习近平一定会把中国老百姓控制什么 变成一个在部队警察控制下的一个国家 一个大监狱实在是可悲 好 谢谢再见 等到下一场 还有一些没谈内容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 谢谢再见